如今已经94岁高龄的孟昭深曾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1952年11月4日 孟昭深作为第32师坦克团参谋长 乘坐着搭载了坦克的列车来到抗美援朝的战场 在辽宁省军区沈阳第十离职干部休养所内 孟昭深谈起当年抗美援朝的经历 仍记忆犹新 1952年11月5日凌晨 孟昭深所搭乘的列车抵达预定地域 朝鲜西海岸宿川火车站东部一个临时搭建的站台 如何躲避敌人的攻击 把坦克顺利开到集结地 是孟昭深入朝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你要是开等车吧 有目标 有兵啊 把个大鱼反过来 再偷着抛 躺开往下开 那多慢啊 可不是就没办法 那在抗美援朝啊 在那最大的问题 就是搞不住这些恐惧 走路都天亮了 直欠啊 都疏散了 一个躺开里 一个躺开躲开躲愿 就靠一三遍哈 啊 就会装了 孟昭深告诉记者 由于装备上的差距 面对敌人的空军 志愿军战士十分无难 不过他们并未坐以待毙 而是充分发挥了自己 异高人挡大的技战术能力 那甲学院 拿着和敌人的飞机斗 他出来抛了那汽车 那个飞机 这个车又炸他 他呼呼呼呼 开得很快 开得很快 他都忙停下以后 转过头来就往后跑 他那个飞机 不是啊 飞机得揉大圈啊 揉大圈啊 他也跑到哪边去了 就那会儿 就到 历经千难万险 腾鹅团艰难地抵达了指定区域平康 平康在上甘岭以西约15公里左右 也是敌方向我军进攻的门户 进入阵地后 孟昭深和战友惊讶地发现 两军的阵地靠得很近 只有几百米距离 人家他还住在山上放 咱看谁让的 人家比如 都拖下衣服晒太阳 我们就没办法 很嚣张 结果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当跑友 实际上呢 在这个整地上 他就唐开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挖好公司 挖好公司 你说现在把公司挖好了 到晚上 然后唐开就开了公司的 咱们一个唐开要打他两个唐开 是吧 开始就没有啊 一到五天就开始打了 在这个区域 孟昭深和战友坚持到了1953年7月份 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 作为第一批入朝作战的中国坦克兵 孟昭深五次负伤 九死一生 离休前是原沈阳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 比起那段征荣岁月中的难与苦 孟昭深更为那场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军威而自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